請看十三面 十三面 第四行 大教元起 第三 前面是本經的通訊 這部經跟一般經典 我們能夠很明顯地看出它不同之處 那就是序分特別長 在序分裡面讚嘆余慧祝菩薩的特行的時候 特別敘述出八相成道 更如同普門平民所說的 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身 隨眾身心應俗之量 就是應該用什麼樣的身份去幫助眾生 它就可以實現什麼樣的身份 經裡面呢 在種種身份裡面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事先成佛 成佛都可以實現了 其他當然更不必說了 事先成佛 這個第二章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事先成佛裡面 把這個轉化論 就是佛陀教化眾生說得特別詳細 這個是其他經典裡面很少看到的 那麼因為這個經呢 過去曾經在此地講過一遍 去年講過一遍 那麼新加坡講的 比我們這邊講的更詳細 夢英代都在此地 所以這個細節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省略掉 今天開始看第三章 第三章是發起序 也就是說 說明這個經的發起音樂很特殊 這一天 這一天 釋迦牟尼佛對精神特別好 所以龍光煥發了 這個精神顏色 就是光明相好啊 形式的很特別 温南是佛的使者 天天清見佛 他看到今天佛獻的這個像啊 感到非常稀有 就是 世奉如來 亦來從來 沒有見到過 佛今天呢 這個相好光明 這樣的俗身 這樣的奇特 我們知道 佛教眾生呢 不僅僅是言語 佛是三頁教化 言語是其中一種手段 佛視線這個像啊 一定有意義 一定有用意 一定有用意 所以 温南就知道了 於是乎 他就在大動當中啊 就起來 向佛行禮之後啊 讚嘆佛 讚嘆的 是 一語經上記載的很清楚 在讚嘆當中呢 有一句 非常值得我們 注意的 那就是在十三年 道書第二行 最後啊 兩個字 開始 去來 現在 佛佛相念 為念 過去未來 祝佛也 為念 現在 他方 祝佛 這個就是 我能 懂得佛的 心意 佛的向好光明 可以說是 世間 沒有人 能夠跟他相比的 這一天 心地下呢 尤其 特殊 比平常 格外的 要好 常讀佛經的人 都知道 這個相啊 是隨心轉的 所以您這個看相的人 他也唱說 相隨心轉 佛的相 為什麼那麼好 世間 世間 一切眾生 都沒有辦法 跟他相比 佛的心好嗎 世間人的心呢 沒有佛那麼好 那心好 相就好嘛 所以這個相隨心轉 那麼相呢 還是佛的 這個風暴越大的人 相越好 所以佛成了佛之後 還要用一倍階的時間 專門修佛 可見到佛不是不要佛 要成了佛之後 特別去修佛 為什麼呢 沒有佛報不能度眾生 所以末法時期 我們在這個往生論 呢 談完法時這個柱子 實際上往生論本身上 這個論文上就說到了 就是天前菩薩獎禮 無諸惡事裡面 弘法立身有五種困難 第一種呢 就是外道向盛 外道在表面上 這個形式超過了佛教 換一句話說 外道這些土中 他們修的佛報很大 佛弟子呢 就注重去修會去了 把修佛啊 修獲了 所以佛報比不上外道 智慧比外道高 佛報比不上外道 可是一般眾生呢 他看外表 外表這個外道形式 那麼殊勝啊 他覺得那個信盈力很強啊 就把它吸去了 這是天清菩薩了 這是五種困難的第一種啊 那麼佛的智慧 佛報啊 都圓滿了 達到極初了 今天佛又念佛 佛也念佛 佛 念什麼佛呢 念阿彌陀佛 這釋迦牟尼佛這一天呢 一心一意才念阿彌陀佛 所以他這個相貌比平常啊 特別殊勝 念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 跟阿彌陀佛信心相應 跟阿彌陀佛感應道交 阿彌陀佛的光明衛生 又加持釋迦牟尼佛 所以釋迦牟尼佛今天這個相貌 就特別的殊勝 這個意思 顯示今天要設最殊勝的法門 這個被摩南一句話了說破了 佛今天念佛 如果不念佛 佛今天的相貌不可能這樣殊勝 一定是念佛 但是他不曉得念哪一尊佛 實際上這是表演 這是唱戲 我哪有不知道的故意這麼問法 佛你是念呢 念這個過去佛了 還是未來佛 還是現在踏方佛 這是故意這麼問法 所以我們看這十四頁呢 這是很明顯的倒出來 何故未神寫要光瑞淑妙奈兒 佛今天的未神 非常很明顯的 就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得出來 今天的光明 今天的光明 這個瑞相 殊勝 奇妙 奈兒是像這個樣子 從來沒見過的 念為宣說 念為宣說 這一句是奇情 這個念為宣說呢 佛就說出這一部不可思議的無量手錦 莫難得一問 把這個釋迦牟尼佛的無量手錦就問出來了 所以這個功德很大很大 功德很大 下面呢 釋迦牟尼佛 領著讚嘆 摩難尊職 讚嘆的善哉善哉 這個堅上 他連用兩個善哉 用意非常之深 第一個善哉呢 是十階英語成熟了 我們知道 佛經稱之為奇經 奇就是奇禍 非常適合的意思 奇禍 奇禍眾生的機儀 也就是眾生的需要 佛在這個時候 看看余會的這些大眾們 也就是這些四中弟子們 其中有不少啊 其中有不少啊 在這一身 這個時期 也就是在這一天 這個時期 成佛的機會 成熟了 這個很不容易 成熟的機會到了啊 這個機會到了 如果佛要不幫助這些人 他還是成不了 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 這種機儀 就是 彭吉遷居士講的 無量皆來 西遊難逢之一日啊 無量皆來西遊難遭遇啊 成佛的這個時間到了 這到哪裡去找啊 這個是善的 問得好啊 大家這個機會成熟了 第二個善賊 這個讚嘆呢 完全乘佛的崩壞 佛度眾生呢 就等這麼一天 這一天呢 給佛等到了 等哪一天呢 等著啊 講無量受精 就等這麼一天 可見的佛講經 不是隨便說的 這個時間 不能提早 也不能延遲 恰到好處的時候啊 來給我們說這個經 這就是這個時候 余會的這些大眾 跟他講啊 他相信 他能夠一級 他能夠法院念佛 求生見途 這就是他成佛的機會 成熟了 所以佛今天呢 無比的歡喜 這個可以說 說釋迦牟尼佛在世 四十九年 最歡喜的一天 看到這個一切眾生呢 成佛的機會到了 幫助他成佛 你想想看 普通講其他一切經 拐彎莫究 叫你成羅漢成菩薩 沒有直接成佛的 沒有直接成佛的 這個就是直接叫你成佛了 所以這是西無難逢啊 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心 那麼一般 一般 奢復或者不奢復的 在家出家的 我們在這個社會裡 常常聽到 有人說起來 好像這個理論很正確的 那就是說 不管學哪一宗 哪一派的 總認為自己這一宗最好 別的那個都不是我們 那麼 修淨途的夸腰 我們淨途中最好 修禪宗的 我們禪宗最好 我們寄宗成佛 這些話 乍聽起來 好像也蠻有道理 其實道理是真有 這好比是什麼呢 好比我們眾生生病 每一個人生的病不一樣 哪種藥最好呢 這個藥我一吃病就好了 這藥就最好啊 別的藥不好啊 你一吃那個藥吃了 你的病好了 那個藥對你是最好 那個藥我不能吃啊 你是最好我是最不好 我也吃了不但病不能好 病假正了 佛法也是如此 所以八萬四千發文 什麼是究竟療液啊 什麼是最好的呢 對療症就最好 我們在吃藥的時候 對症啊 學佛的講呢 對了雞 印雞啊 這就最好 氣雞了 所以根雞種種不同啊 佛有五兩法文 佛在世的時候 或者有菩薩大德在世 我們可以請教他 我是什麼樣的根雞 你給我選一個法文 正對我的雞 這個可以辦得到啊 現在這個世界沒有上知識了 我們自己是什麼根雞 不曉得 這麼多法文在此地 我們如何去選擇 僥倖選對了 那很幸運 這一次又成就了 如果不信啊 選錯了 就好像吃藥一樣 沒有醫生 沒有人來幫助你 自己也不懂得這個藥性 也不懂得處方 隨便去選 自己有病了 隨便去選一下選錯了 不但治病沒治好了 也遲遲死了 今天佛教界 許許多多人呢 一些言論呢 就類似這種情形 我們一定要知道 在所有一切法文裡面 這個淨土中世界最廣 什麼人適合修這個法文呢 李延遲大事講得很好 除了三種人以外 通通是火 哪三種呢 第一個是不相信 那就沒法子了 第二個是不願意往生 不願意接阿彌陀佛 這種人不得及 第三種人不肯念阿彌陀佛 你叫他念阿彌陀佛 他不敢 這就是幸運行阿 這三個條件 不具足的人 不是當機人 除此之外 是通通當機 上到等救菩薩 下至地獄眾生 這九戒有情 平等得多 那這個我們就放心了 我們只要信 只要願見阿彌陀佛 只要啃面對一句佛號 那我們就失禍了嘛 所以這個法文 說老實話 不要老實 不要善之時 我們也能成就 就是這副藥 放心大膽就吃 不必找醫生 不要去找什麼處方 吃了決定就好 什麼病都知道 這個難得了 所以就其他的法文 我們自己確實要正確 想一想更新對不對 這個法文 這個法文不被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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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是門與大道 三根土被立頓全首 而且保證是一身成就 雲集頓集的法文 這個才是如來度眾生的崩壞 換句話說 佛出現在世間 第一個希望講什麼經呢 就是講無量守經 因為機運不對 所以先講其他 現在這個機運成熟了 在這講解這個法文 這是對英國男的讚嘆 讚嘆他問的太好了 讚嘆他問的太好了 這個齊勤的功德不可思議 這一問佛說出這一步經 這一步經這個法門 不曉得要度多少眾生呢 一身成佛 我呢那個功德大了 所以佛在此地用比喻給他說 你今天這一問呢 甚於供養一天下古羅漢匹之佛 布施累劫 不是一天的 時間是用劫作單位 不止一劫 無量劫 這個劫一個一個累積起來 無量劫 這一問就這麼大的功德 我們一問的時候 你今天賺多少錢呢 我今天賺了幾萬塊 幾十萬塊 這功德很小 這沒有功德了 人家這一問的時候 問出這一步無量壽經 問出這個成佛的辦法出來 這個是善問 利要有勤 那所以說呢 當然 從來 祝天人民一切寒靈 皆因如問而得度脫固 這個度脫是真真度脫 確底度脫 那麽難之一問 那麽難之一問 佛之一說多少眾生呢 得度了 那麽這一句靈異 我們特別注意到的 是祝天人民一切寒靈 不是講啊 這叫祝大菩薩生文援救 不是說這個 那麽由此告知 祝天人民一切寒靈 最奇蹟的 第一當機的 就是六道眾生 那 祝天人民一切寒靈 是六道眾生的 是專門為六道眾生而說的 叫六道眾生在一生當中 平等稱福 這個真正不可思議 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在這一章裡面 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在第六項 是四面第六項 我們從這個第二句看起 這是講佛出行於師 光山道教 與真群盟 真是拯救 也就是幫助 全盟是指一切眾生 會以真摄之力 會是不施給他了 佛給一切眾生 給眾生什麼呢 真摄的利益 沒有比這個更真實了 這個真摄之力是什麼呢 給眾所說 就是這一部無量手機 是出世間一切法 沒有比這個更真實 我們過去不懂啊 布施的功德大 財布施不如法布施 我們在《花眼鏡》裡面讀到 財布施不如法布施 我們送人家的經典 送一部大賞金給他 不如送一部無量手機 這一部無量手機的功德 超過了大賞金 如果這個大賞金裡頭 沒有無量手機 這個大賞金不能算究竟圓滿的功德 因為大賞金的時候有這個金 所以它究竟圓滿 把這個金抽出來 它不能算究竟圓滿 大賞金裡面 如果這個金在雨孽 把《花眼》《花眼》抽掉 它還是究竟圓滿 所以社防山是一切如來弘揚 可惜實在講末法時期 眾生業障深重啊 不知道啊 這部金的功德利益的殊勝 不曉得專修 專捨 專鴻 不知道 不是認真 修學這個法文 不知道這個法文的好處 這是文光熙居士 在序文裡頭講得很清楚 我自己這麼多年來的修學 這個 親身的體驗啊 我所體驗的 沒關系居士說出來了 他所說的 真是我的體驗 這個才會相信啊 你沒有親身的體驗 人家這樣說了 說了說了聽得不痛不癢 唯有自己經歷過的人 人家一說 哦 這個印象很深 立刻就有同感了 我還說不出來 他說出來了 他說出來的 正是我心裡頭要說的 這個才叫做 相印 俗話常說 心心相印啊 民國初年 民國初年 佛教界 趁梅光熙 夏天居為二大四 南美白夏了 這個稱讚 實在不為國 有道理的 這兩位大德 真知逐漸 確實有慧言 啊 這麼一部《大藏經》裡面 他能夠看出 這是第一法門 最殊勝的法門 給我們念出來 來告訴我們 這個真真不容易 這是唯一切眾生 自發言 宣自發言 正如同這個 黑暗當中的燈塔一樣 他給我們照明了 我們才曉得 這個法門是殊勝 所以對別人修學的 我們公斤讚他 他們要用不勸我 我們禍長 我的根性不如你 你那個法門適合 我很愚痴 我沒有智慧 所以我唸阿彌陀佛就好了 如果他說阿彌陀佛 是御父御父所學的 我就是這個 那他也沒話說了 我們把他捧得高高在上 我們叫他師弟這個 你看 有那些人你勸他 他不相信 他有他的支柱 他還不認識 這個就是 彌陀佛經常所說的 善跟佛的應援 他這三個條件不具足 真正對這個法門相信 是三個條件通通具足 什麼時候具足 你什麼時候就成佛了 那我講這個善跟佛德 在詳細裡面講過很多很多遍 善跟是信是節 我這個講法跟一般這個 註解裡頭一般法師們講經的時候 不大一樣 你能夠相信你能夠理解 這是你的善跟 你能夠法律求生淨土 你能夠支持彌陶名號 一心專利 那你這個佛大了 你這個佛倒是無量無變了 你這一生要成佛了 因為是我們遇到這個法門 遇到這個經典 這是三個條件 通通具足了 當年釋迦牟尼佛講這步驚 林九山上 一萬二千人 這個一萬二千人 是佛德常遂眾 如果包括一些居士 這些過完大臣 一般普通老百姓來聽聽聽 兩萬多人 林九山當時兩萬多人 這三個條件 具足成熟了 善跟福德成熟了 所以佛講經應約具足 他們已經具兩個條件 顯錢了 佛成就這個因緣 三個條件具足 我們今天 生在釋迦牟尼佛 污蔑三千年之後 我們今天也遇到了這個境 如果真心 如果真心 真運真行 我們這一會的殊勝 絕不亞於零三一會 這個會是平等的 我們的成就也是平等的 這個不可思議 這個不可思議 所以這個是真設之禮 經上不曉得講了多少難 難知難見 如幽灘化了 真是稀有難遇到啊 說佛的人很多啊 幾個人遇到 幾個人遇到 真真呢 體會到 真真明瞭了 遇到 遇到 遇到的時候 他對於這個經的好處 並不明瞭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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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發門今天的好處 我們大量引行流通 到處征送 希望因緣具足啊 遇到 有了 那一方的人善根福德 还没能够兴起 送给他 他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经书看待 不晓得这是宝贝 这个可惜了 所以这个才无口耐火 不得已我要到处去给他讲解 说明这个经的好处 不去跟他说明 送给他没用处啊 听了之后啊 明白了 他才晓得了这个经 这个法门的好处 对于自己这一身有莫大的利益 无比的利益 所以这个经要讲啊 要细讲啊 要为大家介绍 凡是修学 静宗法门的同修 无论在家出家 都有这个责任 如果不能弘法立身 我们没有办法报佛的恩德 没有法子报祖师的恩德 绝不是自己 依照这个法门 哎呀我往生就好了 别人我不管了 这个观念不可以 我们决定往生 还要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 这样才对 符合静宗的精神 静宗是大臣 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所以心量要扛大 要能够发愿 帮助一切有情众生 那么这个是 发起序里面重要的一点意思 在第四章里面 就是在第十五页 从这一项了 是本经的正宗分 也就是本经的正书了 如来正书 这一项了 也就是大福 我能尊者的齐勤 佛说出 他念的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说出 阿弥陀佛的一段音语 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佛的成就 以及阿弥陀佛 普遍利益受放三世一切众生 这就宣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从这里开始 从这个第四章开始 先讲发脏因地 我们看阿弥陀佛没有臣佛之情 也跟我们一样 也是凡夫修成的 看看他怎么发心 他怎样修修 那么这一章一开端 告诉我们 在很久很久以前 无量寿经 不可思议无量寿经 很久很久了 没有法子计算 没有法子想象 在那个时候 有一种佛叫世间自在王佛 出现在世间教化 那个时候佛弟子当中有一个过王 这个过王叫世仰王 这个宁臣 显示出这个过王的智慧 等等 他统治这个国家 过太明暗了 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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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句话说 无论在物资 我们今天讲的资源 物资源 物产 教化 道德 文明 都最有成就的 最丰饶的 丰富的 现在我们讲是富强 富强康洛 这国王佛报实在是很大了 在我们中国这个虐待帝王当中 大概只有佛报最大的是乾隆 乾隆皇帝 地球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帝王他的佛报最大 所以他自己称为古兮天子 你看书画有个印 那个印是古兮天子 那就是他 古兮自古以来稀有的皇帝 没有人跟他能够相比 他做六十年皇帝 还做四年太上皇 五代同堂 你也跟上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五代同堂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找到 只有他一个 他以前没有 他以后也没有 只有他一个 国家富属 最富 最强盛 你看看乾隆那个时候的地图 版图 比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大四倍 那时候南洋新加坡 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都是中国的 都是中国版图 西面到离海 背面是西伯利亚 你看看那个时候的地图不得了望 几乎整个亚洲 到达这个欧洲的边缘了 这不过是三百年前的 三百年前 世界上我们中国第一大国 风水轮流转 转到这边来了 这边也差不多了 慢慢要转回去了 就像这种情形一样 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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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乾隆 乾隆是达到 达到顶处了 这个清朝最高峰的是乾隆 乾隆一下就要坐下坡了 达到了顶 点点 这世达亡啊 乾隆算得上是世达亡 这个皇帝 闻了佛法之后啊 他深受感动 他发心出家了 学调防王位啊 发心出家修行 他晓得 做过过往 做到最好 只能够利益当时的这些众生 而且给众生的这个好处啊 是有限的 如果成了佛 给这一切众生呢 那是真实之慧 过往给这个人民的恩惠 不是真实之慧 这个佛菩萨给众生才是真实之慧 所以他就发心出家 那么出了家之后 他是跟世辞在王府出家的 出家之后啊 他的发名叫法藏 我们称得着发藏比丘 本身就非常的聪明 所以这里有几句 这是描写他的 修菩萨道 高采永哲 于事超义 信皆明记 习皆第一 又有殊胜行音 即念慧离 正上其心坚固不动 修行精进无能欲点 这个几句话 使在这个第十五页 十五页道数第四行 最下面一句看齐 一直到道数第二行 这些地方我们不能这样念念就过去了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前世 这念念过去了 我们就得不到利益了 所以古人常讲 听经读经也是一样 要消归自信 我们就得到真实利益了 念了之后 就是说 要我们中国人俗话说 要整个把它消化掉 你才得受用 修行要准时成知 听经要消归自信 这两句我们做到了 那时候真是受用 那真正会得受用 怎样消归自信呢 我们灭了之后 我们灭了之后 回过头来想想自己 我跟他比比怎样 他高才 我们才比不上他 他勇直 这是聪明 明打 勇是勇猛啊 精进啊 想想我们自己 懈怠 懒惰 对人对死 糊里糊涂 这不行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无范 我们念这个书 要学它 比不上它 要生惭愧心 能生惭愧心 我们自己才有救啊 无惭无愧啊 那就没法使了 那就没法使成就 一定要生惭愧心 信解明机 解明机 这三个条件 也许我们比不上它 但是我们又能信 也不错了 信我们可以做得到啊 他相信我也相信啊 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个解呢 当然人家智慧高 他解得深 我们解得不深 解得轻一点 但是我们能信也算不错 明神明了 通塔 记是记忆 我们记不住 记不住都念嘛 古人所说吧 人也能知几十之 人家念一遍就记得 我做不到 我念十遍 十遍还记不住 我念二十遍 只要自己勤奋 我们就能够多记一些了 现在我们说 经论虽然很多 我们只要能够把 这一部无量寿经 记得很熟 就够用了 因为它是第一经 它是一切经的总结 一切经的总结论 我们能记住这个一切经呢 这个一部经就等于记得一切经 这个是很难得的 所以像这个华爷 清凉大师 他老人家寿命长了 和一百多岁 他一生当中参加过两次的翻译 第二次就是参加了翻译 八十华爷 是在五则天的时代 他参加这个一场 真元年间 他又参加了一次 四十华爷的翻译 所以华爷已经在中国三次翻译 就是东京时候六十华爷 唐朝的时候是八十四十 他后面这个两次翻译 他都参加了 四十华爷移出来之后 这种四十卷 他把最后这一卷 单独提出来流通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普贤菩萨行运品 这一卷 是四十华爷最后的一卷 这一卷是华爷经的总结论 他老人家说了 一般人能够读整个华爷经不容易 尤其在古时候 没那么多经本 古时候唐朝那个时候的经本 手抄的 你看华爷经那么 不过来抄一遍不容易啊 你已经想到那个时候 时间没有几部华爷经啊 对吧 华爷经这样好 结论就等于整个华爷经的精华 那一卷一卷就好办了 所以这一卷找人多写 多抄多流通 就流通这一卷 华爷经的精华 无量寿经这一卷 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 你念仆仙行念品就等于念了全部华爷经了 你念无量寿经就等于念了全部的大藏经 那当然是圣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 你没有遗漏我 社坊三世 所有业切诸佛讲的经呢 你也一步都没漏掉 你看这个是在经底里面是大宗词法文 这个不够似义 因此我们的智慧能力寄信都不好呢 就记这一步进 那么我劝诸位不要去强计 不要勉强计 随顺计 这我们就很自在了 强计我们有压力 随顺计 轻松愉快 没有压力 怎样做法呢 这个经呢 我们每天念一遍 这个做得到啊 开始念的时候 经文申诉啊 念一遍 一半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你念上两个月 熟了 就一个半小时 再念两三个月 就更熟了 给诸佛说 只要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台本图书馆 很多同修 他们念一遍四十五分钟 一天花上四十分钟 念一遍 不难嘛 念上个三年呢 没想背 自然就会背了 熟了嘛 自然这个里头的经意 就能够记得 能够记得经意 就常常能够回味 能够回味 便便便就会有误处 俗话说 开悟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出事带人 介乌 我们心里有个标准 一个念头起来 想一想 经上佛 教给我们怎样做 事情来了 佛教给我们用什么原则 就不会错了 这样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心体 身与一三业都能够与今相应 与无量寿今相应 就是与阿弥陀佛相应 与释放一切诸佛相应 密宗里面常讲的三密相应 这才真正能够到 心向佛的心 齐心动力跟佛的心一样 言语向佛的言语 行为向佛的行为 一般说来三年到五年可以做得到 一天念一遍 五年可以做得到 如果情非一点 一天念两遍 三年可以做到 为什么不肯花这个时间呢 所以念到这些地方 我们应当要分析 怎样识阿弥陀佛 识阿弥陀佛 从阿弥陀佛最初发心 我们就要开始修 人家是过往 不是一个普通的过往 是过力甚至一时的过往 它能够舍弃 我们这一点小小的荣华富贵 算是莫能 还不能舍弃 不能舍弃是很大的障碍 心不自在 每天生活紧张 忧虑 烦恼 不知不觉 把我们的精神 生命消失掉了 这非常之可惜 世尔王当年也是觉悟这一点 释迦摩尼座佛作太子 看到这个僧老病死 绝无了 所以 邪气万卫也 求什么呢 追求一些精神 心理上的健康 不要受这些物质的折磨 这个是生命真正的提升 运离一切烦恼 忧虑 这个情绪的紧张 把这个设计 使自己这个身心 能够到平静 跟大自然 融合成一片 这是我们看到的当年最初发现 下面 他建福 这就是建老师 建老师 向老师提出告告 说明他自己的愿望 那么这个说明呢 是用寄宋而说的 一共有四首 这是七言计 就是每一句七个字 四句是一首 一共有四首 四首里面呢 前面的年首 是赞佛 趁赞如来 你看看天清菩萨 在这个网生论里面 把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归纳成五条 就是五门 礼拜 称赞 法语 观察 回向 他这个无中学心法 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你看看 这个经文上 这个五种 很明显的 首先看到 法藏比丘 丙离常规 获掌向佛 这个是礼拜文 这是礼拜文 下面呢 这是赞叹 赞叹就是 第二个赞叹文 这个里面有法律 有观察 有回向 悟门通通俱处 所以我们知道 天清菩萨 往生论 真的 他是根据 《无量寿经》 提出他自己的 修学报告 他这个五门是有来历的 不是自己随便造的 有根据 前面两首 一共有八句 赞叹佛 首先赞叹佛的向好光明 就是第一首 第二首是赞叹佛 愈明知德 愈是圆满 光明是智慧 智慧圆满 福德圆满 我们常讲啊 佛是二族尊 归一佛二族尊 这个二族 就是这一 这个四句里头 都包括了 智慧举足了 福德举足了 佛慧二族 族就是圆满 年种圆满 愈明知德 那么从第三首到第九首 这个是法语 那么这个七首计 是阿弥陀佛 在阴地里面所发的根本院 因为后来的四十八院 就是从这个院展开的 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出家 为什么要学佛 理由就在此地 他的根本院望 那么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不要详细说明了 末后 第十年 在十七年 道俗第二行 这一首啊 是请佛 给他做证明 也是求佛加持 他的法院是对着佛了 佛给我做证明 我这个真心法念 唯有佛指导 佛给他做证明 最难能可归的 就是末后啊 这个一句 纵使身职够苦中 如是怨心 用不退 菩萨道 男性啊 要经过很多的苦难 往往我们一般人 稍稍受一点苦 他就退心了 你想想看 他怎么能成就呢 现在修行很难啊 寺院大厂里面 发了好心 来出了出家了 住一半十七年 他不如意了 跑掉了 他受不了了 这种人不能成就啊 那么换句话说 这样的人说实在话 他虽然想发心出家了 他没有目标 他没有方向 他没有理想 环境相当些 出不好 他当然要走 这很正常的现象啊 发展必求 他有理想 他有方向 有目标 这就是前面 前面 他不会退心 这个是我们能不能成就啊 关键的第一个因素 我到这儿来 来干什么 为什么的 我到这个地方来 是学到的 我不是来享福的 不是增民主力的 如果是以道心为第一 环境上再大的折磨 他不会退心 所以我们看看 古德教学 中途退出的学生 老师决定没有回念 出之泰然 为什么呢 不能成就 这就是淘汰 自然的淘汰 到最后淘汰不掉的 那是真正的成就 有的时候啊 这个祖师对学生 要加速度的 希望他成就得更快啊 享受方法 享受方法就折磨他 用这种方法 我们在禅宁宝训里面 看到的 禅宁宝训 我也是几十年没犯了 出学佛的时候 李老师要我看这本书 大概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里面有个人 我忘掉了 名字忘掉了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老师对土地的折磨 简直是 我们叫的是 太残忍了一点 俗话说 鸡蛋里挑骨头 尽到他麻烦 没有好颜色给他看 可是这个学生呢 不走 怎么样的折磨也不走 他在这个大堂能学到东西 到最后老师看到 怎么折磨还不走 洗绝的时候 洗绝水 到头上倒 他也不走 他也不走 最后实在是看了 把他赶走 下秘密把他赶走 没法着 庙里不能住了 走了没有 还是没走 虽然赶出院了 老师讲经说法 他在外面窗户不能停 他在外面停 里面不准备进了吗 他在外面停 怎么样敢也敢不走 可是老师想不走 晓得 老师晓得 老师实在是 故意折磨他 看他的耐心 看他忍辱的程度 到最后老师 年随大了 要退休了 佛门不叫退休 叫退居 就是退休 要寻新的住持 他要把这个法穿下去 宣布要穿法了 穿个谁呢 这个老师叫 外面窗户的偷听 把他叫来 穿个他了 大家就呆掉了 才晓得原来老师 我这样对待他 是这么一番苦心 是最爱护他的 是把他提前成就 到最后 还是传给他 不是传给别人 传给他 天天要折磨他 要把他赶走的 结果传给他的 我看禅宁宝学 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才知道 如果这个老师 瞧不起你 不要你 这个老师对你很欢喜 很恭敬 对你很客气 你有什么毛病 一句话不说 为什么 不要你 你是宾科 你是我的客人 客人当然很恭敬 不是学生 学生是要教训你 有打有骂的 你在我这里是客人 不是学生 所以我们当年 在李老师会下 李老师对待学生 就是这样 他明说的 他说我打你 骂你 爱护你 我要不打你 不骂你的时候 那就是宾科了 一般听众客人 对待客人 他找再大的罪孽 与我不相干 我何必要说呢 不说呢 所以老师真正建立了私生关系 这个非常难得了 师徒如父子 老师对学生 要负完全责任 但是学生一定要听老师的 学生对老师不恭敬 对老师所讲的不相信 又怀疑背叛 那这个没法子教了 所以 法藏的 他这个出家学服 有目标 有方向 所以 纵然受种种的苦辱 他也不会退行的 一个道场 尤其是现在 凡夫 同学多了 最麻烦的是 基督 这个东西很讨厌 明不了 我要对六祖谈经 我深受感动 六祖那个时代 是我们中国佛教黄金时代 佛教最圣的时代 这个基督心还是那么重 你看 五祖传法给他 半夜传法 一般传法 都是光明堂皇 在大殿里 敲钟敲鼓声传法的 他偷偷摸摸的传法 为什么呢 五祖想的 传给他 别人不服啊 不服怎么 不服就会摩害 知道有些人的时候 传给他 别人晓得的时候 害他的命啊 基督嗔恨 就是这么重 那个时候尚且如此 侯宽现代 现代我们学一点东西 这个同学人家看到的时候 基督嗔恨 这正常的一些想法 我们总要想办法 极力地去避免 不要去刺激 所以六祖得伐之后 六祖得伐真的年轻了 二十四岁 五祖传一波给他 二十四岁 他二十四岁民心见性 正菩萨果位 在我们这个 这个年教里面讲的时候 至少是初中以上的地位 民心见性 在进途宗里面讲是 礼业心不乱 神秀跟到这个五祖几十年 在这个弟子当中 是上座老大哥 五祖没传给他 他没开悟嘛 所以这个五祖创法师 真是一发不一人 并不是跟他年数多 时间久 不是的 六祖到黄梅 跟他只见了几次面 头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把送到曹黄梅做苦工去了 过了八个月才见面 设计上他在黄梅 这个见五祖 你弹镜上看 只见了几次面 三四次面 所以当然不服气 这是五祖想得到的 所以叫他隐居 他在猎人队里面 帮人家做小工 替人家看那个猎物 猎人打猎物出来 叫他看守 叫他煮饭 看守业务 这个煮饭 伺候这些猎人 受不免啊 看到那些人早一夜 天天杀僧啊 天天杀僧 还要煮的 给这些人吃 菩萨的干这个事情 这个是忍辱啊 这个是苦难啊 天天看这个事情啊 他自己什么 菜放在那肉饼上 吃肉鞭菜啊 十五年了 金山家呢 他看到那个 伤势轻的不动的 他偷偷地把它放掉 这要忍受受你 时间久了 大家把这个事情慢慢就平淡了 这才出来 遇到这个印宗法死 印宗在广州 弘法 那个是岭南呢 岭南就中国的南方呢 这几个省份里面 印宗法死 声望低了 误人不尊敬的 印宗法死真真是大德 一遇到六祖 这一言谈之下 小德说 自己比不上他 多大没有嫉妒 而且特别赞扬 六祖没出家呢 他给他剃头 跟他出家 所以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 可是剃了头之后啊 印宗法死拜他做老师 他又是六祖的学生 反过头来拜他做老师 这个不简单啊 这一下就把六祖碰到天上去了 你看 印宗法死的老师 这很得了吗 印宗法死在江南也在 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不佩服的 这是印宗法死的师父啊 大家还有这么话说呢 一下就把他碰起来了 这个很难啊 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人 谁有这么大的信仰 遇到真正比自己高明的人 自己马上退下来 让给他 道场也给他 所有信徒一切都给他 自己来当学生 所以印宗的德行是在讲 决定不在六祖之下 不是真正的大德 有深圳的功夫的人 做不到啊 这样的谦虚 明大 我们看六祖的忍辱 在黄美 在猎人队里头 什么都忍 所以统理大众 比较容易的事情呢 就统理大众做灵修了 统理大众了 灵修是什么 灵修不需要才干了 灵修需要什么东西呢 所以从前做黄帝 你看黄帝那个礼服 戴着帽子 帽子前面叫灵修啊 修是什么 就像我现在创莲一样啊 帽子前面挂了十二条 那个意思就是看事情 不要看得太清楚 模糊糊糊就可以了 底下的人看事 要看清楚 这个主管的人看事 不要看清楚 听也不要听清楚 他那个帽子 两边有个棉花球 四耳朵的 做灵修确实如此 为什么呢 底下的人啊 他才能发展他的长才 所以什么事情 大家提意见 提意见的 提意见算 那么大家来开会比较 他做最后决定 他有没有意见 他没有意见 他什么都不会 就是用你们大家的 这是灵修 最高明的灵修 灵修自己有主意 自己想怎么做 下面的人 一股股都不敢 不敢说话 所以那叫什么 用奴才没有人才了 人才什么 不敢提供意见 提供意见是什么 这个灵修有嫉妒性 你比我强 想办法把你除掉 免得以后你造反 篡我的位置 所以终于还有一个才干 也不敢露出来 所以做一个领导人 不是参谋 这个底下的人是参谋 他们要提意见 他们要出主意 提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法了 自己最好没有成绩 没有意见 天天大家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我认为好 你们大家怎么样 大家都认为好 我们就先这样做 这个团体才合目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虽然是君主 君主并不专制 君主不专制 这个专制独断专行的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机构 有时有三四个而已 很少 一般这些皇帝非常开明 这都是受过什么 儒家佛家教育的关系 他想到怎么做法 所以这一个朝代才能够免延几百年呢 那不是简单事情 不是到真正福化不堪 没有人能推翻你 他做得合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学忍辱 要学不退心 要知道自己修学的目标方向 那么借着底下的一章呢 第五章 志心精精 这个一章一章的次序都不能颠倒的 有密切的关系 自己有了目标 有了方向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紧进 决定不能退步 进是进步 进步讲求的是要精 精纯不能砸 有的人很努力 天天求进步 今天念金刚经 明天念地藏经 后天念药丝经 再后天念般若经 什么经都念 我们一般人家很精进 那个这两个字用错了 进 那个精有 它是杂进 它很杂进 不是很精进 精是端移嘛 它很杂嘛 现在我们一般人家 哦 某人很用功啊 它咋用功 它不是精进的用功 所以你叫他某人很精进 这个名字用得不晓得 用错了 某人很杂进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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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尤其难得的智心 这个真难 那智心是用真心的 诚心啊 故得常说啊 入道药门 发现为首啊 叫修行极悟啊 列运居心啊 修行最重要的 是你有 有个念望 有个方向 有个目标 这个重要 所以借着人家 这个修学的 样子 像种 这一章里面 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他如何向老师求法 什么样的心 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行持 来认真地修修 我们看到了 当然非常羡慕 他的老师好 遇到的是 十字在王府 老师好 自己本身 也非常的优秀 有资格 有资格承受老师的交接 修学的内容 因为他聪明 领悟力高 记忆力强 他学东西多 学得很圆满 老师给他宣述 二百一十亿 祝福 刹土 功德 引进 广大 圆满之乡 这个就是说 把所有一切 释出 事件法 全给他讲 这真是不学多文 二百一十亿 这个数字 并不是一个数目 它是一个表法的代表 佛在华严经 在这个大制度论 都用二百一十亿 代表圆满 所以如果说数字 二百一十亿 不算多 它是代表圆满 换句话说 二百一十亿 佛刹了 就是圣方三世 一切诸佛刹土 一个没落掉 那这是无量无边了 所以要晓得 此地不是数字 就同前面 我们讲的十六 十六正思 贤乎的是 十六不是数字 十六也是表法 密宗里头 用十六表圆满 因为这一部经 前面跟主要提过 它是整个佛法的总结 因此 信中 相中 行教 密教 通通都归到这个境上来 所以这部经的教义的时候 是无所不有 无所不包 它是圆满的 所以表法里头 有行中的表法 有密中的表法 通都归到这个法文的殊胜 才知道这个法文的殊胜 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 我们凉目 法藏密求 敬动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法子 像他这样学习 虽然没有法子 实际上我们所得到的圆满 跟它是相等的 怎么相等呢 因为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免责 也顾佛刹土功德 引进广大圆满之相 就这本记者 等于说 他所学的时候 回来说给我们做的报告 对无量寿经说报告 我们得到这部报告 也就等于统统都设计圆满了 这个难得了 真正习有啊 所以是你读这部经 就等于读了 受方所有一切祝福 无量寿来 所讲的一切法文 一切法文归在这个法文 总结 就像一部大方广佛华眼镜 最后归到普贤菩萨 那一卷经展开来 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眼镜 把它归拿起来 就是一部普贤心运品 这一篇经 跟一大部经 不争不解 所以这一部无量寿经 跟一大藏经 不争不解 一大藏教浓俗 就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展开 就是一大藏教 我们都在这个很幸运 但是这种功德利益 是给我们的 阿弥陀佛给我们的 他做的结论嘛 把结论给我们了吧 没有他 这样勤苦地修学 我们得不到 那我们也像他那样勤苦 去搞上听经文法 听七亿岁 还得要用无界的时间 去修行 你才能得到圆满 他是把整个的成绩 给我们了 一生自己修学的心得 统统给我们 就是这一部经 那么这个报告里面 他自己修行成就了 自己的愿望达到了 圆满了 无比地欢喜 向老师去报告 这就借着底下了 罚大十月 这就是说四十八月的这一场 这一章 是我们这一部经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无量寿经》 今天我们看这个本子 一共里头有四十八章 或者像这个黄老巨子讲 四十八瓶 哪一瓶最重要呢 第六瓶 第六瓶是整个净土的中心 一切经文 一切祝福佛丧 讲净土法门 如果他讲的意思 与这一章相违背 那我们都不能承认 他所讲的 一定要与这一章相印 这个就是真的 因为这一章 字字句句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不像其他 其他是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讲的 这一章是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你看 罚藏背 罚藏比丘 对赤字在王讲的话 这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的 但是话呢 句句都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不是别人说的 所以我们都这一章经 就是亲自听这个阿弥陀佛说法 这不是听释迦牟尼佛 听阿弥陀佛说法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不是诸佛转说的 这还有什么话说的 这没话讲了 所以净土宗的理论 这个修学境界 统统要以四十八月做根本 这是我们的根本依据 就是净土三经五经 可以说都是以这一章做根本 这所谓是根本的根本 我们对于全经不能够读僧 不能够记忆 这一章一定要读僧 一定要记忆 我们对于这个净宗的修学 以及近代有许多人 对于净宗的这个批评 我们心里才会有数 才能够辨别邪正 辨别是非 但是不要跟人争论 这个很重要 人家讲错了 讲错了随他去 他们都批评 无论是善意的 是恶意的 批评错了 我们也不必答悲 六祖教给我们 获得令欢喜 就好了 那么看这个人如果有善根 他能回头 能够接受这个法文的 可以跟他研究讨论 看他有很深的执着 不容易接受这个法文 那就叫他欢欢喜喜的好了 我们谦虚一点尊重他 你很好 我不如你就好了 我们老老实实修作法文 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 那么在这个运文里面 我们这个本子是二十四 这个二十四的四章 也就通常讲的二十四月 因为原本 五种原义本里面 有两种是二十四月 有一两种是四十八月 有一种是三十六月 所以他这个条目 数字不相同 但是内容呢 都差不多 那么夏拉居士 汇集这一段 我们在序文里面看到 是用心最苦的 用时间最多的 就是汇集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 是全境的中心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经过极烦的争处 自己还拿不定主意 正在遇到惠民老后商 遇到这个没关系居士 正好他们去拜访就看他 他正好为这个事情 没办法做决定 这三个人商量 决定什么呢 用二十四为钢 用四十八为木 这就是眼前期没有 所以文字这个条目呢 二十四条 底下有小柱 这一条里头包括 四十八院里头 哪几月 所以从上面看 二十四月 底下看呢 四十八月 这就很圆满了 这个汇集很圆满了 而且把五种本子的运文 有的本子露掉一句的 缺少一点的 那个本子上有 就统统把它凑起了 补得圆圆满满的 所以这个本子里面呢 这个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月呢 比起这个云意的五种一本 任何一种理念要圆满得多了 确确确实实是把五种原本里面 这个写的这个 这个一条预文呢 把它综合起来 在这个 这个归纳重新编排 使这个一离圆满 文字前行而容易明了 这个是这一次会议集的特色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 那么他的愿意 从哪里来着呢 不是自己大妄想 哎呀 我想要怎样怎样 不是的 阿弥陀佛的愿意是真实的 前面不是讲的吗 他参观了 考察了 顺方一切诸佛刹土 比如说到我们娑婆世界 看到我们娑婆世界 有地域无回众生 看到我们这人贪嗔痴慢 看到我们这人这么苦 思想这么乱 社会秩序不好 这个不好 我要一桩一桩改进 他是到处去参观 到处去考察 看到人家不好的 他就不要改正过来 好的 就采取不好的 就不要回到自己家里去 建一个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 有一切诸佛国度的好处 没有一切诸佛国度的缺点 所有一切缺心 我们觉得不好的 他统统没有了 全部不要 所以他不是自己在家里想的 是到处就看到的 你看第一月 这个第一月里面讲的时候 我们念一句吧 念一句就能看到了 他这个同一句是总书 勃弱正德无上菩提成正教义 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这一句是总书 这一句是总书 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这个庄严不可思议 超过一切祝福世界 下面这个才是48元 所以第一个就说 无有地狱无鬼 禽兽免非软动之类 这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三国道 三国道是国报 三国道怎么来的 贪嗔痴来的 换一句话说 没有三国道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贪嗔痴 没有阴才没有果 有果一定有阴 有阴一定有果 所以那个地方的人 没有贪嗔痴 因此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修学建筑法门 所以为什么这样 二六十动 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我们贪嗔痴 烦恼把它消灭掉 恢复到我们心情境 一定要认真去做 如果你不做 我说我代业往生活 不做 你去不了 你做了 认真去做了 做得不够 消掉一些了 还有很多没有消掉 可以 你带来个可以 你说我一点都不要消 你说那是不可以的 那是不行的 总得要努力去做 那坐下来还剩下来的 这些烦恼消不掉的 这个是阿弥陀佛可以原谅你的 你可以来 不是 你说我天天念佛 这个烦恼一点都不消 还要增长 这个不能去 所以你一定要明理 离不通达 求生进度是障碍 所以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 你要真正通达 你就晓得 他为什么不能往生 为什么有的人念佛 确实能往生 他与这个金相应 他真做 你做了圆满不圆满 那不要紧 只要你真做就行 好像念书一样 你真念 及格不及格是另外一种事情 我念得很好 但是不及格 那还值得原谅 他真念了 不能说不念 不念不行 一定要真干 这一点很重要 时间到了 还有五分钟 你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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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 这一章呢 也是我们这本经里面 最长的一章 非常地一章 那么这一章里面可以说是地缺乱 文字不多 它的内容非常的圆满 面面都孤岛了 真的上面到等觉菩萨 下面到地狱众生 此界踏方 此界是讲西方极乐世界 踏方是极乐世界以外的 故佛插土 全都包括了 那么我们多聊这个四十八月 不能说了 这个四十八月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因为我不想看 我读它赞叹它 就刚才说了没有消归自信 前面也在提过 我们要学习阿弥陀佛 这真的就学佛了 因此阿弥陀佛所发的这个大愿 我们度了之后要引发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这个愿把它引出来 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是一样的愿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律 同志同行 那我们就很像阿弥陀佛了 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天天念四十八月 结果念的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因为自己不相干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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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像我们刚才讲第一愿 那这个作比喻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我道 我们要念念之中 希望我们不多三我道 希望一切众生不多三我道 怎样不多三我道 三我道的夜宴是贪嗔吃慢 我们希望自己早一天 把这个见思烦恼断除 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断除 见思烦恼 三我道就没有了 这把阿弥陀佛的愿 变成我们自己的愿 这才是正舍之力 念了经 原来是他的愿 不是我的 我念他干什么 要知道阿弥陀佛这个经 就是我们自信里头 本来的无量寿金 我们迷惑了 我们这个本子拿不出来 他替我们拿出来了 他自信里头 无量寿金 给我们自信里 无量寿金是一不十二 他的唯心净土跟我的唯心净土也是十一不十二 没有一样不相应啊 这个净土法门是这样修点 佛是这个念法了 坚是这样的念法了 坚坚是自己的自信 坚坚是自己信得的流露 所以这个坚坚念的时候 愈念愈坏喜 法喜充满了 不疲不悦了 人到没有精神 唯一不诊作的时候 一度精神就诊作起来了 为什么呢 自信的功德了 心情 这个是真的 我这么多年来讲经 深深地体验 我不讲经的时候 没有精神 上讲台的时候 精神比平常要好很多倍 不讲经的时候会累 讲经的时候 叫我从早讲到晚 讲一天不累 越讲精神越好 这个大家知道 我在洛杉矶 一下飞机就叫我去讲经 一下讲 一天讲九个钟点 出道没过来的时候 上午三个钟点下午三个钟点 晚上三个钟点 一天讲九个钟点 而且我讲经还是站着讲 听众坐着听 他们都听累了 他们都听了我站得不累 我没有时差了 他们晓得我没有时差 一下危机就可以了 这时候有体会 越讲越欢喜 越讲 越讲这个星星往外头流露 不讲的不讲就露出来了 又流露 所以经不能一天不吐 不能一天不讲 不讲经很难过 日子很难过 讲经很快落 没有人听怎么样呢 摆上个录音机我对他讲 田北谣看过的 现在在加州在洛杉矶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白天因为晚上 有的时候晚上讲经 白天没有事情吗 白天我对着录音机 他有一天来看我的 看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 后来我大声声音很大 他甚至这么讲经 对录音机一讲 对不对 看到我对录音机一讲 录音吧 录的那个带子流通 不是一样吗 所以我在台北 我自己有个小房子 这个在杭州南路 我住的那个房子 我那个房子还搁了一间录音室 可以录音可以录音 做了录音神秘 一个人关起门了 没有人听的时候 一个人讲 不能不能讲 天天讲 这样做录音带 没有人听就做录音带 我自己难得写吗 我讲了这个录音带 请人家帮我写 写了我来改 改了之后就可以出版了 这很省事啊 可以在短时间当中 能够出很多东西出来 因为在一般听众大众里面讲的时候 我去看 我来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